先来看一下英国的问题 英国的脱欧在首相强生的戏剧性操作之下 英国完成了软脱欧的协议 而不是当时以为他会硬脱欧 也就是即在2021年 英国对欧洲市场能保有一定程度 接近留在欧盟区的低关税 甚至是零关税 在这份长达2000多页的协议之中 到底说了什么问题 这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就连首相强生他都讲得很模糊 大致上他都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双赢的方面 而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答案当然是很不尽然 如同老师之前说过的 民主政治他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政客永远只会告诉你对他有利的地方 而对他不利的或是对百姓不利的 通常他绝对不会不告诉你 只是你没有问我就没有说 或是他正式还没有告诉你 我们相信我们政治人物都是老实的 只是他没有说他觉得不好的地方 这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吗 所以说总而言之 言而总值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的单纯 只是内忧外患的此时此刻 英国需要一点单纯而且振奋人心的消息 包含了你看最近的疫情跟变种 他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而首先我们看到英国在脱欧之后 在关税的部分的确会有一定的优惠程度 避免英国在短期之内受到过大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个是英国官方公开表示的 但是实际的运行上面 因为英国已经脱离欧盟在明年1月1号 所以新的通关文件将在明年1月1号 开始要重新的运行 包含了说你要通关你不能像过去的欧盟一体区 直接过去没有你现在进去的货车你要分车道 而且你还要递交文件去审核 而这个文件既然是重新跑的流程 那么你审核的速度 通关的速度就没有给你保证 他都会有新的游戏规则 以前在欧盟都是一体化的进度 只要你符合欧盟既定的规则 都是快速而且非常顺利的能够进行贸易 但是脱欧之后即使没有管税 也不代表你可以跟过去一样的顺利 而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就要碰上了 就是新跑的文件流程 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时间不等人 而实际上英格兰威尔斯和苏格兰的进口商 必须进行海关申报 一些的产品包含植物 活体动物和一些食品 也将需要恶苏的许可证和证明 但英国政府延后六个月 对欧盟进口商品实施全面的管制 北爱尔兰将继续遵守欧盟的许多法规 货车无需检查就能过境 跟英国本岛不一样 但货车从英国其余地区入境北爱尔兰 将要接受到一系列的新检查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英国脱欧之后 他后面还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苏格兰跟英格兰 苏格兰跟英格兰还有爱尔兰这个部分的地方 他有没有可能酝酿一些脱离大英帝国的一个独立活动 这个是未来英国要去面对的 说脱欧之后的英国 他只会把自己的国家的范围越说越小 因为你本身的经济实力 已经不是过去的大英帝国了 在这次英国脱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什么年轻人反对脱欧 但是老年人都愿意脱欧 这原因是什么 年轻人认为老人你脱欧你是把我们的未来脱掉 但是老人家告诉年轻人 那是你不知道以前英国的美好 英国的美好是在差不多二战以前他们的美好 现在没有这么美好 为什么当时英国很美好 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 他是世界上第一强国 他有最先进的工业技术 而且他有最强劲的制造业 英国他在最顶峰的时候 他的GDP是超越现在的美国 而是达到了世界的70% 英国当时就是这么强大 大英帝国 完全是名副其实的 他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但是那个是那个时候 而现在的这个时代 老人家他已经不用上班 不用工作 他只要领取国民福利 他这个过得很滋润 他用过去累积下来的财富 他告诉你过去的时代多么美好的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了 而除了刚刚讲到的部分 食品也需要透过重新的检验 以符合欧盟的标准 这个都还不太担心 因为毕竟过去都有这些习惯了 而他们的超市最初也会有3个月的宽限期 肉品特定的肉品 他宽限期是6个月 所以说期间 不对进入北爱尔兰食品实施新规定 之后的还要再协商 即使英国和欧盟没有达成其他更多的贸易协议 英国和北爱尔兰之间的贸易多数也免关税 所以这个状况就可以看到说讲的很像饶口 但是实际上状况是 英国自己脱欧之后 要跟其他的地区 包括爱尔兰 包括英格兰 这些地方产生了很多的化学变化 变成了英国你只能退回到你自己的本岛 变成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国 实际上你整个竞争力已经完全取消了 最有七地方是在哪里 公平竞争一个环境方面 有另外一个障碍是什么 公平竞争环境的规范 欧盟坚决的主张 依照刚刚讲的规范 防止未来英国如果降低标准 或补贴他们特定产业的时候 欧盟就会怎么样 欧盟就可以去制裁英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英国企业会比欧盟竞争 对手更有竞争优势的时候 那么英国就会受到了一些欧盟其他国家一些撤肘 所以是说对于这个来说 这个会给英国撤下了很多的一个限制 英国政府也承认 协议里面允许任何一方自认权益受损的时候 提交仲台 而且他们可以拿出相对的权益来制裁英国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 强盟他举了两个大拇指说我们这个协议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个协议其实是一个很蛮虚伪的协议 表面上欧盟给了强盟一个很风光的下台 就是真的让你软脱欧了 但实际上英国已经把自身的贸易以及自身的经济发展 推向到了一个悬崖 你难以翻身的地步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而第二个部分 争议很久就是英国的渔业 基本上渔业 为什么英国一直特别去争取这个东西不愿意退让 虽然现在退让很多 他们的经济海域只退到到六海里部分 这个是很后面的地方 那么渔业其实对英国他影响没有这么大 他只有占英国GDP的0.1% 其实真的是不高 但是基本上他为什么去争 因为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过去其实在英国跟欧盟之间很多国家 他们因为渔泉的问题 有起过很多争执 这个除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英国身为一个海拳制霸的国家 领海的控制是一个无上的精神象征 所以基本上这一点就瞧了很久 针对渔泉 欧盟的渔船将在5年半的过渡期内 逐步减少目前的渔获量的配额到达25% 之后每年再继续协商 在英国能够捞多少鱼 从英国附近的海域捞多少鱼 也会分配一些利益交给了英国 但是如果未来在宽限期过后 欧盟不满意的谈判结果 还是可以继续对英国做出了制裁 有没有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你今天退出了一个大家庭 然后你新年大家庭看到你过去的面子上 大家给你一个很好的过渡期 但是条件就是以后你都离开我们家了 我对你不满意 无论你讲得带大声 我都可以制裁你 这是一个让英国陷入一个非常不好的层面 而除了刚刚讲到了很多部分方面 包括司法方面 后面欧盟他也表示了 协议什么 协议刑事跟民事的法律事务及执法 司法合作建立新架构 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以让双方共享过去的这些犯罪的DNA 指纹以及旅客资料 并透过欧盟旗下的刑事组织来合作 说司法互助他们还是保留在一起来的 但是保识什么 欧盟他们就认为说 如果英国未来违反遵守了什么欧洲人权公约的承诺的时候 他们也会暂停跟英方的安全合作 就刚才讲到那些DNA指纹或是旅客资料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对英国来说 他是对欧盟很感冒的地方 就是所谓人权 人权是什么 欧洲人权他是很烂情的 就是说我们要包容一千难民 但是我不让你进来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打你的意思 但是包容难民就是一个精神 他们实际上做不到 但是他们要求说这个事情你要做到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情 像老师之前直播去谈过的 对不对 我们那些叙利亚难民 你进入了希腊 进入了一些地中海的时候 那些国家是不让这些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境内的 你谁进去管你老弱妇虏 一棒把你打下船 一棒把你打下车 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是谁 为什么 因为进去他们会有享受他们的一个难民福利 或者是一个移民之后的百姓待遇 而这些规定又是欧盟旗下一个大规章 所以说他们觉得很困扰 虽然我派出去的军队造成你国家的毁灭 但是这个是争取民主你必须要的过程 所以说就算我把人家打毁了 你也不能来我家投靠我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英国因为他的社会福利很好 坦白说英国的社会福利真的很棒 棒到觉得是说你可以终生在英国当个废人 都没什么问题的 政府会养你 坦白说就这样 有点过头了 但是老师听过很多客户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跟老师介绍英国的福利制度 还有北欧的一些福利制度 真的是觉得你这辈子只要负责呼吸 国家的养你一辈子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英国不希望能够接受更多的人 所以他们也跟美国的特朗普一样实行了什么 实行真的是坦白说有点白人至上的主意 就是说你不要再移民进来了 除非是说香港对不对 香港你开放你护照人进来 但是实际上去的你也不多 所以说他们不愿意低端人口进入他们的国境 但是 如果未来欧盟认为你违反了他们台面上讲 这个人权公约 那么我还是可以制裁你 即使欧盟自己的国家没有达到 他还是可以制裁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其他方面英国跟欧盟之间的人员 自由流通也会终止 什么人才你没有办法那么快流通了 已经居住在欧盟国家的英国人 将根据脱欧的协议受特定的保护 但是还是要检视国家特别的规定 英国人对于或许要注册或是申请居留权的 他必须取得新文件 或达到新的要求和工作 意思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 如果英国人明年打算搬家到欧盟国家 将不但会自动拥有居住权跟工作权 这样对他们的人才流动会造成重大的变化 过去在欧盟一体区 英国人到欧盟里面你要重新上班 或是求学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欧盟是个大家庭 但是未来英国要过去 对不起你比照外国人 就这么简单 你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请走外国人的角度 原来好的一些待遇你拿不到 而且你的人才也不容易过去 那么同样状况之下 欧盟的人才也不容易进到了什么 你进到了英国里面 所以说你的劳力 一些低端的人口的劳力 还包含了你高端人口 比如说技术类的 或是非常高知识分子类的 这些你要进去英国 也要变成外国人的方式 再去英国申请 所以说一个国家 你必须要能够什么海纳百川 你能够接受到各地来的一个人潮跟人才 你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强大 而当你认为他侵犯到你种族权益 而开始封锁国境的时候 设立种种的限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像澳洲就是这样的结果 你要强大基本上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很简单意思是去讲 说从2021年的1月1日开始 欧洲各地的民众和企业都面临的重大的变化 英国跟欧盟的公民将无法自由的往来到英欧两地 然后工作或者是求学 对欧盟他单方面表示什么 人员货物跟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即将停止 这个对英国来说是非常大的警讯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来说 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以及商业服务业 它是占英国GDP的比重是最大的 而英国的精致农业 它是很高产值的 他一趴的英国人他去制作农业的产值 可以供养到65%的人的需求 而英国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仰赖的东西大部分是内部的循环消费 因为我们大英帝国 只有我们自己买自己的国货 或是我们在自己国内消费 所以说他是属于内部消费型的单循环的国家 国内消费的内循环是他们的GDP里面的65% 但是这前提是什么? 这还是有个前提 国内的一个消耗里面 你还是必须基于跟欧盟进口一些农业产品 跟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英国自己出口 因为到欧盟的一些产值 一些他们所制造的工业到了欧盟地区 所以说在两个平衡之下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这两个素质的内销跟进口平衡之下 你进入的内循环单循环的模式 你才能够撑得下去 而现在英国已经没有办法这么顺利 像过去一样做好 这样子的内销跟进口的相抵消 所以未来状况就没有这么样的顺利 而在脱欧之前 英国的金融是处于在欧洲地区 尤其是欧美地区 可以说是世界领导的地位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首都伦敦 就是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 还有包含航域跟服务中心 这个是高技术的 还有高资本的 高专业性的在那个地方 而且英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军火石油跟电脑 还有电视手机的制造地 所以老师刚才讲到 英国的出口的东西到欧盟的东西是很多的 但是未来有没有这么容易 就不一定了 各位要知道一带一路之下 中国的商品是可以直接运到德国的 而德国的煤炭也是可以直接运到中国的 这个东西他不一定要 不一定是要看英国的脸色 这个事情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但是在英国工业的重要性 他现在还是每一年还是不断的下降 为什么 因为工业的技术你没有跟上 你真的精致的工业你比不过德国 大量的工业你比不过美国 你要量产型的工业你要比不过中国 所以在整个状况之下 英国本身的一些工业的一个比重 还是逐年下降的 而脱欧之后包含了劳工的短缺 以及物价上涨的不确定因素 这个内循环 政府能够去保持都是一个非常难以 去确定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英国目前的脱欧协议 基本上为英国带来的只有更多对于经济 与人才上的不便利 并没有任何的契机 或是条约内容 对英国带来的任何意思 可以恢复世界征服者的荣耀 唯一带来的只有对英国老人的安慰 因为这样可以向他们宣告 英国正在返回过去的英国 也就是27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的英国 而那个是以什么 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年代 纵使这些老人未来看不到 但是他们心中认为伊丽莎白的时代 会再次的降临 大英帝国荣耀会重新的返回到英国 有种王者在临的气势 这些都是政客告诉他的 而实际上达得到吗 是基本上是达不到的 是非常难的 因为欧盟的一体化 已经是非常的完整跟坚实 已经跟二战 甚至一再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是说现在的强政政府 给他们选出了一个 可以造就真大英帝国EX的一个首相 但是他们可以放心的 就把这个未来交给下一代 其实下一代面临到的就是四面主阁的状态 再美好的理念 他这个梦都是要醒的 而醒来的通常都是年轻人 因为他们不曾入睡 而做梦的老人家 他们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了 所以说这份脱欧协议 以及未来英国发展 除了政客大声疾呼 要让英国再次伟大 英国No.1之外 而实际上对英国的中生代以及新生代 将会在脱欧之后 人才流动 无论是流入或流出 都有极大的限制 对于观光产业也是毫无益处 因为你已经有了关卡 而不是随便想来就来 更别提了刚才讲到金融环境的变革 大部分的资金都跑到了德国去 那么你英国你所有的一个金融领导的地位 你也一定是不会保住的 因为过去美国的资金要进入欧盟 他英国是他的跳板 而现在英国大量的资金 这是上赵美元的资金 都移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 老实上上次讲错讲到法国 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去 所以说德国会不会因此收益 是绝对会因此收益 德国会不会更加强大 德国会更加强大 毕竟他是欧盟的领导国 所以整个状况来看 英国越做越小 大英帝国未来只会变成小英帝国 虽然他没有蔡英文 但是他真的会变成小英帝国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鼓吹名粹的英国执政党 为了自己的理念 脱欧的理念 从卡麦隆开始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到现在脱欧 将全国人民包含女王 都拖进了一个将英国脱离了全球化 更脱离了欧盟这棵大树 而让英国更加弱化了一个政治大戏 而最终谁会扛下苦果 当然就是以为自己手中的选票 可以改变国家命运的百姓 但其实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投票之后 无论是留后脱欧 到底会为他们带来什么 因为让一群不专业的人 来决定一件专业的事情 是需要承担的后果 而更有预设事情是哪里 真正让英国真正伟大的伊丽大白 伊丽莎白时代 以及维多利亚时代 GDP像刚老师讲到了 他占了世界七成的辉煌年代 并非是现在的大众政治所带来的 而是属于当时的金主立宪的寡头政治 让专业的政治玩家继续玩 这个政治游戏所造成的一个时代 而在英国后来演进到了大众化的 政治代的时代的时候 也就是全民普选 包括男女老游都可以选择的时候 那么就进入了党真的时代 而英国在世界上第一等应该只剩下 他们认为的他们的央格鲁 萨克逊的英国的骄傲 而其他部分就很难说了 我们讲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现实的例子 GDP 这个很现实 英国现在的GDP是排名全世界第六 说是第六强大的 这是一个美为其名 但是他只有第一名美国的GDP的九分之一 第二名中国的六分之一 第三名日本的六成 第四名德国的七成 跟第五名的印度 这已经是差不多的状态之下 相差无几 而英国的沉重的国民福利制度 以及阻止人才跟资金的集中 或许我们可以概括而论一件事 这就是所谓的川普精神